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向量空间 尤其是抽象型向量空间的八条规则 说是八条,其实是十条,还有隐藏两条 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向量空间的例子是什么呢?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实数线R 有时候我们会写成R1,强调它是一维的R1 R1上面就是一堆数字,大家都知道 那我可以把任何的一个点的数字叫做X 我们把它看成向量 明明是数字,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向量也可以 那再来就是R2 R2,那长了什么样子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说我今天在R2上有一个点X 它就是像这样子 我把它坐标写出来就是AB 那它就代表了一个向量 这大家很熟悉 R3也是类似的这个样子 好,不管是R或是R2或是R3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就是它们都是平平的东西 它们都是平平的空间 它没有弯,像R1它不是曲线 R2它不是曲面,就是平平的东西 R3就不是,我们也不能想象 反正就不是区区的东西 它就是平平的东西 所以说呢,向量空间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平平的东西 那我们准备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推广这个概念 希望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弄成平平的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但数学家的期望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把世界上所有看起来不平的全部弄平 好,那在做这件伟大的工程之前呢 我们先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先来讨论说 我们在向量空间上面有什么样子的运算 好,那我们用我们最熟悉的R2来考虑 那在R2的这个考虑当中呢 我们先看看,我们在R2上面 比如说随便找一个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X 我就把它写成那个C1C2好了 那再来有一个点叫做Y 那叫做D1D2 我们都知道说 在上面有一个很简单的运算就是向量之间的加法 怎么加?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就是C1加D1 C2加D2 这个就是向量的加法 非常的简单 那你可以去想想看 向量之间可不可以相成? 你可以去想想看 那我们先要说明一下 你今天不管是要定加法还是定成法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你不可以像我们在R2里面定的话 你不可以定某一种特别的加法的时候 加一加跑到别的世界去了 比如说跑到R5去了 不可以 它一定要继续的保留在R2里面 你在R3定一个加法 它加出来以后也要保留在里面 那如果你要定成法 如果你真的成功的话 第一个要件就是说 一个在R2 两个在R2里面的向量 乘起来也要在R2里面 好 你再一次想想看说 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可不可能做出一个像样的成法 就是符合我们以前熟悉的一些概念 好 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有向量的加法 好 以后我们要把它抽象化 记得第一个工作就是向量的加法 第二个呢 我们还可以做存量的成法 什么叫存量的成法呢 在R2里面呢 我们的存量 我们常常会写成F 因为事实上不一定要在R上面 我们也可以在任何的体上面 那如果不知道体是什么的 先不用太担心 我们在第一初级的向量 线性怠速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把F2看成是R或是C就好 反正你每次都先想 F不是R就是C 其实有可能是别的状况 但是我们先这样想就可以 好 那我们在我们的简单的例子里面呢 F是R 就是平常的数字 平常的数字系统 我们叫做存量 那我们在这边 一个向量 X 例如 我们在这边说 这个向量X C1 C2 我想要乘上一个数字 我们说了 不能乘上一个向量 但是乘上一个数字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这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什么 A乘上C1 然后A乘上C2 所以有这两件东西 我们有向量的加法 跟存量成法 也就是一个存量 乘上一个向量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 完全的抽象化的工作 那如果说 以后 以后呢 如果 如果说 有一个集合V 我们写成这样子 它是一个向量 以后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 抽象型的向量空间的话 它需要定义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它需要定义一个向量之间的加法 第二个呢 它需要定义存量的乘法 也就是一个存量 体上的一个存量 我们说过的F 它可以是时数或是负数 在我们目前的状态之下 那存量乘上一个向量 我们要定义这两件事情 好 我们要定义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符合以下的几个条件 一共 再说一次 一共有八条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是 OVERAGE 它如果是向量空间 要符合以下的八条 这八条是哪八条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 啊错 第一条之前的一条 这不在八条里面 是说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说呢 XY都是在V里面的话 我们要要求什么事情 就是X加Y 一定要有封闭性 还是要在V里面 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定 我们的加法 这一定要成立 不过这个是因为 是二元预算基本的要求 所以它没有放在那八条里面 好了 我们终于正式的看到第一条 这个其实这八条在刚学数学的人 可能会觉得这个很难记 其实这个相当的简单 等我解说一下 你再去体会一下 再用你的各种的方法 反正一定 你要把八条记得滚瓜烂熟 好 这个第二个件事情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是有顺序的 很多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书 或是有一些老师 不特别强调顺序 但其实这是有顺序的 就你定一个加法的时候 最重要最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就是结合率 为什么结合率很重要 因为如果今天没有结合率的话 我们如果像是xyz三个向量 在v里面 没有结合率的话 我写这个式子 x加y加z 你就不知道怎么算 为什么不知道怎么算呢 你就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先把xy加起来 再去加上z 或是先把yz加起来 再加上x 你就不知道说 你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有结合率的话 你就知道可以 所以x加y加z就是非常 你以后写x加y加z 大家都知道意思 因为他怎么加都可以 他先加前面也可以 先加后面也可以 所以结合率 都是一个二元运算 最重要最重要 需要符合的 除了封闭性以外 封闭性是非要符合不可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点 第二个呢 我们希望在这里面 其实你要想 就是说我们都是要仿造 那个我们以前的 r1 r2 r3的那种向量空间 所以我们希望里面 有一定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元素 什么可爱的元素呢 什么可爱的元素呢 就是所谓的我们俗称0 那个元素 要记得我们现在 在定义抽象的向量空间 所以不一定有一个 向量他真的长得叫做0 那个b里面那个集合 可能每一个都长不像0 但是反正 就是存在一个 我们可以叫0的东西呢 要符合什么事情呢 要符合呢 x加0 等于0加x 也就是我们的0的工作 这个要等于x 对于每一个x都对 好这是第二条 再来我们要看到第三条 好有了0之后呢 第三条是什么 就很简单嘛 现在是单位元素有了 那第三条一定是什么 就是他一定要有反元素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x 属于我们的v 这个我们的向量空间候选人 都要存在一个 好我们现在要写一下 这个目前我们还不太好 叫做那个-x 我们知道加法单反元素叫-x 为什么呢 这以后我们会解释 总而言之呢 就是要存在一个加法的反元素 也就是存在 y也要属于v里面 使得怎么样 它们两个加起来等于0 那y加x呢 我们等一下就会知道 它也要等于0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有个很简单的事情 好 定是我们刚刚的那个0元素 加法单位元素 第四点呢 就来了 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一定希望 它们是交换的 可以交换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有两个可爱的向量 当然是抽象的向量 你不要一直想说 它有什么方向 或是长得像我们以前 心目中的向量一样 不一定 它可能长得很奇怪 但它只要符合这几个性质 我们就会叫它向量空间 那里面的元素 我们就会叫它向量 x加y要等y加x 这个就是交换 好 那如果学过代数学的就知道 前面的这几条呢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我们的向量空间v 它对加法来说是一个交换群 那没有学过就算了 管它 反正就知道说 我们需要符合这几条性质 单纯就加法来说 要符合这几条性质 很简单 再来我们现在要看到 存量乘法的部分怎么办呢 存量乘法的部分呢 又来了有一条 第五条之前的规定 什么规定呢 就不可以跑掉规定 也就是说呢 对于每一个 a属于我们的存量f 再说一次 这个f可能是实数 可能是负数 你就选定一个 看你要讨论哪一种的向量空间 好 然后呢 那x是属于v的 那a乘上x就是这个存法 不管我们怎么定 它一定还要在v里面 好 这第五条 很容易 第六条是说什么 好 现在我们接着下去几条是做什么 就是我其实也可以定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定到这边就结束了 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 实数里面的那个 乘法或是加法 我们实数里面有两个运算法 加法2加3等于5 2乘3等于6 好 我们如果定到这边就结束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 在实数系统里面的 加法或是乘法 跟我们向量空间 刚刚的加法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们配合的 天衣无缝 就是我们的那个 要看起来好像专为它设计的 然后而且不要发神经病 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五条开始的 要说的事情 第五条说什么事情呢 如果说每一个x 在原来的向量空间v里面的东西 我今天要做1乘上v 也就是说 对不起 1乘上x 也就是说 1,1,2,3 这个我们平常的1 1,2,3 乘上x的时候应该要等多少 相信你也会同意 这应该要等于原来的x 不是可不可以 当然你可以定一个 奇怪数字系统 不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不太好用 这跟我们的原来的 那个想法好像 嗯 不太一致 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发神经病 就规定说 这个向量空间 一定要长得很可爱的样子 1乘上x 一定要是x 好这是我们规定的 第二个规定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两个数字 ab 我们正常的两个数字 好 然后呢 还有呢 x是属于v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我今天 a跟b相乘 乘完了以后 再乘上x 这个要等于什么呢 这个要等于 是不是应该要等于 我先b先乘上x 这是我们新的存量乘法 我先算这一个 再算什么 再算a 再乘上这个向量 好 我现在画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是一根向量 b乘上一个是一个向量 然后我这要再乘上一根存量 所以这个地方还 这个地方就是这一个 这一根新出来的向量 要等于这个向量 这又什么 这一样就是不要发神经病 这要完全保持 这个我们心中有的那个自然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在第七条呢 第七条说什么呢 第七条就是说 今天如果 一样 就是说他们的交互作用 一定不要发神经病 所以需 不然的话你就定存 那个存量的 就是原来我们存量的世界里面的加法跟成法 跟那个向量的世界里的加法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是这几条都是不要发神经病的条款 好 所以这边说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a属于我们的存量里面的数字 好记得 一定要分清楚存量跟向量 然后再来 xy是我们的向量 那不要发神经病条款 又来一条是说什么 a乘上x加y 它需要怎么样 需要有分配性 不然的话 就是它一个是存量加做自己的 然后向量加自己做自己的 这样子 就这样 好了 那最后一条 相信你用猜也猜得出来 为什么猜得出来呢 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做一样的事情 但这次换存量来了 在存量的世界里面呢 我今天想要算a加b乘上x 它应该要等于什么呢 它应该要等于a乘上x 加b乘上x 就是这八条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这八条记得滚瓜烂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